脫掉上衣背後滿是傷痕 懷抱淘金夢 沒想到卻是一場噩夢 不少臺人遠赴海外打工 卻受困被騙慘遭虐待 加上我國與柬埔寨沒有邦交 家屬們心急下 可能尋求非官方管道求助 臉書社團寫著 柬埔寨詐欺受害家屬自救會 成員多達四點八萬人 但仔細一看 需要先繳納會費兩萬才能加入 申請入會回答問題 還要寫下願意遵守社團管理員 所有命令 律師表示社團實際上能提供什麼資訊 或幫助還不得而知 不一定能保證受困親友 能夠順利被救出 再看到該社團記錄 起初二零二二年四月成立 名稱叫做男權主義至上 女人去做家事洗碗社 中間還改名為烏克蘭妹 緊急收容中心 八月十二號又改名叫 柬埔寨詐欺受害家屬自救會 短短四個多月名稱改了七次 不少網友提出質疑 是不是新的誘騙手法 根據警方表示 截至十六號透過家訪的方式 調查了四千多名在柬埔寨台人 其中一百二十名失聯 警方呼籲民眾看到高新海外打工資訊 要仔細評估 切勿受騙上當 華視新聞張婷筠 溫前往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